我来自河南 却用了12年的时间回到河南 离开家的时候有人说 你一个女孩子什么也不会 还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告诉自己没什么好怕的 至少我能吃苦 我会努力 那个时候年纪小 总以由这辈子只能待在家里 我必须走出去 我在我走的前一天 我爸拉了几袋粮食去卖 卖我了一百多块钱 然后给我当生活费 我觉得家里面太穷了 真的穷得我都恐惧 我最恐惧的就是害怕交学费 在我们那个学校里面 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交的 我看到老师我都害怕 我就躲着老师走 我觉得同学也看不起 所以我就觉得不想上学了 而且我爸妈每次因为学费 就要吵架 每次因为学费 就要去给别人借 然后把钱给我的收 我都觉得真的很难 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 我说我出去之后 我一定要好好挣钱 家里面浅浅点压力 让我决定来海底堂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那个时候和她吃完饭 我就一直看那个女孩子 给打发票收银在那 我觉得好神圣的岗位 好羡慕他们 我说我也要来海底堂 我在郑州没有待过多长时间 就去了北京 那个时候店长就过来找我 她说要么你去收银吧 当时我收银的时候 我特别开心 我说天哪 我说我终于做到了我想要的岗位 受过委屈 看过冷眼 顶着压力 甚至忽略了自己 总会有人说 你当上电竞里真不容易 我知道 在海底堂没有一个电竞里是容易的 我只是其中一个 走进电竞里的时候 是在无锡的那个店 他们都好的人说恭喜你当店长了 我又开心又害怕 我怕我自己工作做不好了 会让大家失望 看到我们没电是C 当时特别难过 就觉得挺对不起大家的 挺对不起大家的 我都不敢面对我们湖 很震惊 就是觉得小师姐怎么会得C呢 很惊讶 新生小丁点 最多的责任 在我 听咱们说我就哭了 她一哭的时候我就可心疼了 我们拿C 就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做得不足 我们虽然拿了C 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更要努力地去工作 然后到了晚上之后 我就组织了我们的观点层 大家一起开了个会 然后我们就一起想办法 这是我们第一次拿C 我也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拿C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加油 加油 负重前行 所有的努力 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了不起 而是为了让我自己看得起自己 21岁来到哈迪劳 从服务员到电影里 从北京到河南 活在家到那一刻 真的觉得自己好幸运 当我知道让我回来的时候 我特别开心 特别想回家 我觉得家人家其实最幸福的 她现在的工作 不单单是为了工作 而是有一份责任感 她真的是对于员工来说 特别真诚 我每次孩子来着店里面的时候 我感觉她对我的孩子 比对她的孩子还好 我女儿结婚 我回去的时候 她把我叫到后面 她给我了个红包 当时我非常激动 我真的想不到 真的 按照观众 确实我真可怜 就要挣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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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太爱过 保重好自己身体 身体最重要 真的还是希望她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我害怕我脱不了C 我害怕我再次成为C 我害怕我让大家失望 我如果觉得 如果孩子 真的吗 C一出来了之后 几乎老大 每天每刻 就几乎每时 都在现场 带着员工抓顾客 就带着员工去 引导员工 去发现员工身体不足 每天我们都在 发现什么问题 第二天就总结培训跟踪 就是到了下班时间 员工都不走 我希望呢 这一次呢 能够通过捞面比赛 提升我们的单向业务能力 大家有勇气 加油 加油 方亚迪 加油 就是每个人工作起来 比以前更敬业 更小心翼翼地去工作 怕因为自己的工作 影响顾客满意 那么路过洗手间的阿姨 她又是听见有客人投诉 她都要赶紧地上报 让她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 努力把这种客人再挽回回来 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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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脱塞有没有信心 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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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宣布一个消息 通过这段时间活的努力和付出 我们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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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脱塞 加油 脱塞 加油 脱塞 能更好 我是胡耀辰 海底捞 中州石店店经理